一名年仅22岁的年轻男子 确诊员发性高血压 虽然先执行生活形态与饮食控制 但24小时血压监测显示 血压仍降不下来 长期恐对器官造成伤害 考量父母希望给孩子不用药物治疗的机会 于是建议施行经导管 肾动脉胶杆神经烧灼治疗 术后在不用降血压药物的情况下 血压也能控制在120-70毫米拱柱 年轻高血压其实不在少数 国健署102-105年调查显示 18-40岁的高血压盛行率约4.5% 估计约有35万人 部分的原因大概简单归类 就像是我们刚刚讲的原发性的原因 毕竟他们目前大家的生活 都是一个所谓的做事生活 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的运动 那再加上他们的身材 体重都稍微过重 那正是在统计上面 大概接近30%左右的病人 他已经那个体重已经达到肥胖的等级 工作的压力种种的原因 造成目前的高血压的 高血压的趋势有年轻化的方向 根据中华民国心脏学会的居家血压共识 建议患者在放松环境下采722法则 连续再加量7天血压 早晚各量一次 每次间隔一分钟 共量两遍 确认是高血压后再进一步治疗 医师强调 治疗最重要的是调整生活形态 把握SABCD16原则 少盐 戒酒 减重 戒烟 饮食控制 如得输饮食 运动 在经医师评估过身体状况后 决定服用血压药的时机 真的在药物控制不佳 举例来说 使用上了三种血压药 其中一个包含利尿剂的血压 人没有办法好好的控制的时候 我们可以考虑使用所谓的 进一步的 生动脉交感神经少佐素 因为像这样子的病人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有一部分的病人 是属于交感神经活化 非常的兴盛的 这个部分我们就会考虑 用到这个部分来做治疗 高血压导管电烧 全名为 肾动脉交感神经少佐素 是以类似新导管方式 从属性部动脉 植入电烧导管 降低肾动脉周围 交感神经活性 经临床研究显示 可以达到长期降血压效果 我们可以隔着血管的内膜 把它中层 以上面的神经少佐 这个神经少佐 它不会释放过多的信号 到我们的中枢血压调控的中心 那这样子之后 中枢就不会去释放这些神经荷尔蒙的 这个机制的这个系统 比方它不会去活化新的交感神经 不会去诱发就是一些血管收缩 心脏肥厚 心率不整 或是胰岛素抗阻的反应 那这样会改善除了血压之外 甚至对一些胰岛素抗阻 或者是一些特别是一些 小感神经特别高的这个案例的话 都可以获得一些失质的改善 那从这个新一代 这个全球的研究来说 大概我们的门诊血压 大概数数下可以降到 接近10毫米拱柱 那24小时的血压 是降到7毫米拱柱 这个是在有吃药的情况下 东亚的台湾的本土的研究 从韩国的研究 还有日本的这个登录研究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东亚的这个族群 来做这个RDN的治疗 这个效果持续 都至少大概三年以上 那到第三年来说 它的收缩下降 甚至可以达到30毫米拱柱 所以在不同的人种 不同的追踪范围里面不同 那我们至少说 它至少可以有类似一个 血压的这个下降等级的效果 医师提醒 高血压导管电烧治疗前 先排除可治愈的因素 治疗后也要配合生活形态调整 才能顺利让血压达标 记者蔡月红 田博生屏东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